今天我来逛一逛这个专门摆地毯的地方啊 但该说不说的啊 这个条幅挺好 俗话说的好啊 那设计灵感往往都是来自于生活 那我的设计灵感往往都是来自于地毯 说实话呀 这地方我是逛了左三圈右三圈的 硬是没有下手的地方的 这儿的地毯啊 种类和样式呢 那多少有一点初级 可能是我拍的太多了 我看的太多了 我毕竟那也拍了两千多个品类了 好家伙 你这做的挺抽象的 这好像个人面猴啊 你这模具该翻新一下了啊 得 那这个做的也不咋地啊 这打肿了脸充胖的 不是这玩意儿 在这儿这么没有排面吗 我估计我跟他们来个合影 那不知道的 那还合影我去云顶天宫合影去的呢 但该说不说的啊 这些实雕那看着还是挺气派的啊 那至于啥价格 那我是不敢问的 哎呦 这又涉及到我知识盲曲了啊 这是啥呀 这个是免费领养的不 这什么时候的啊 汗呐 汗呐 你这个保存的挺好啊 这比我家里门马首不行的 但该说不说的啊 这上面的灰 那肯定是昨天的 要不然这么磨这么倒腾找没了 这什么时候的啊 这什么时候的啊 这些都是吗 这些都是吗 这四个是明油这四个 这四个是明油 这是糖 糖 又毁了 这糖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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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逛了一大圈啊 发现有很多都是工艺品专区啊 呃 长得还挺好看 反正当个摆件 几十块钱 摆八的 没干毛病 今天糖爽摸的有点多了啊 我突然发现那马老师的脖子 比我手指头太短了 哎 没有熊熊的学姐 你看 一个时候我 怎么着啊